欢迎收看中佳新北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先来看到三峡区的里长 里干事雷系汇报 原本应该是非常和谐的气氛 却因为自来水回馈金分配的问题 成了直询大会 由于里长们不满 自来水回馈金的活动费是逐年的下架 怀疑说这个经费是不是被区公所给挪用了呢 因而是杠上了公所人员 现场的情况一度是非常的紧张 三峡区今年的第三次里长里干事联系汇报 因为大埔里里长陈永清 不满自来水回馈金分配的问题 质疑区公所擅自挪用地方款项 要求区公所出面说明 联系汇一度成了直询大会 这次提醒我们是 我们这次两碗就会认识 公所也是说因为我们这次会认识 我们这次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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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固定发放 1300万的自来水回馈金 依照台湾自来水公司 木林工作要点 规定建设费与活动费 各占50% 但是104年度的活动费 却只有497万 比103年度的523万 少了5% 又因活动费 从最初的650万 删减到现在的497万 也就是比例从5成调到了3成 因此里长质疑经费被挪用 痛批公所不应该动用里长们的活动费用 我们修科党讲 不玩预算一直看看 没有钱 但是你没有钱那是你们民政客人的事情 你不能把脑筋动到里长的 你没带我们整个钱就吃 吃下去了 你没赚我们的钱 我们就很辛苦 去拖钱了 你没赚我们的钱 我们作丽一定要面对那么多的地平 对吗 所以说我们现在 我今天花花老少 没关系 你们公所没有写自己的事情 但是至少我们里长的情意 你不要去给我们损害掉 损掉掉 对 我的地方对 对吗 对吗 对 我的地方对 对吗 太拥抖了 是不是这样 针对里长们的质疑 三峡区公所民政客客长邱景辉表示 因为社会观感问题 中央逐年调降活动费的比例 但无论比例如何分配 个里所得到的回馈金总额 都是不变的 区公所也绝对不会擅自动用 以及侵吞款项 我们公所不可以说 阿里 政府节日后 应该都想来 因为说 你们要反制作用多少 反变是多少钱 我们都是照顾伴出来 通过后 有的那种基金要去 所以我们预算是这样统计出来的 那103年跟104年 会怎么变497万 所以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边是主计处 那边有要求 我们比如经常的活动费 那里要钱百分之五 所以我们是被上面规定说 500以来三万 也要交报155的网款 所以那里要变4万到7万 因为我们因为近年没办法 我们都要减8万到7万 所以问题就没办法 我们也要报14万到7万 这边先跟大家说明这一点 三峡区公所表示 每年回馈金的运用方式 都是由各里长开会决定 经费分配的比例是 各里所需的综合性调整 活动比例下降 建设经费比例 则随之上升 回馈金总额全数用在各里 区公所绝对没有挪用 侵吞的情形 但如果里长们 希望能够调整比例 区公所也会尽力来配合 中夹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导